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韩丽心情大好 一边驾驭着顿光飞行不停 一边继续参悟着这个春梨见证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韩丽沿着海边啊 一飞就是大半年之久 这一天 韩丽刚刚指挥树口飞剑 剑光一闪地将一头从海底飞出 想要攻击它的海蟒 斩成了树截 忽然面色一变 目然抬头往一色的天空望去 原本一直晴朗无云的天空 突然间变得如同晚霞般的鲜红 接着 无数血云从那个方向滚滚而来 片刻的功夫无声无息到了 韩丽头顶呢 并还向远处飞快地蔓延而去 转眼之间 韩丽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血红之色 空中全是浓重的星气 仿佛整个人一下身处在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 韩丽清秀两下星气 脸色微微一白 这气息分明是鲜血 星气啊 如此多的血云 这得多少鲜血才有眼前骇人般的情景出现呢 韩丽一下小心万分起来 他顿光一停 身上雷袍浮现出来 并一下化作了一层青白电弧 弹跳不已 与此同时 体表金光隐线 浮现出一片片金色的鳞甲 背后三头六臂的虚影 也浮现而出 韩丽自身却双手抱毙 仰头望向天空 双目一眯肩 蓝芒 隐隐闪动 眼前如此诡异的情形 让他不得不怀疑 自己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 好在以韩丽现在的修为 和新修炼而成的神通 哪怕是合体期的修饰出手 也不见得没有逃生之机 故而呢 韩丽显得镇定异常 当然了 在此一瞬间 他的神念一下放出 朝四面八方空中 溢洒而去 想把潜藏的敌人呢 给找出来 但是 让韩丽心中一沉的事 出现了 凭他的神念 瞬息万里之内 根本找不到 预想中的敌人 反而在神念所扫之下 这万里天空 和他这边一般无二 同样处于 鲜红血云笼罩之下 韩丽倒吸一口凉气呀 难道 并非是被什么人盯上了 而是身处某个神秘的禁制当中 韩丽不禁如此想到 脸色阴晴不定好一会儿 他忽然化作一道青红 积涉而出 几个闪动间 消失在天边的尽头处 不管为何会出现如此天象 他还是远远地逃离此地的好 以韩丽如今的修为 顿速全开之下 青色惊鸿片刻的功夫之后 就化作一根破空的青丝 在天空这边方一响起时 下一刻就出现在天空尽头的另一端处 瞬间呢 就顿出了百鱼杖去 顿速之快 几乎不下于合体机的修饰了 那这其中固然有 韩丽如今修为大尽的缘故 但最主要的缘故呢 还是新淬炼的72口飞剑 本身顿速惊人 轻弱无物 韩丽以其中一口飞剑 欲剑飞行 才有这般惊人的表现 韩丽对自己的欲剑顿速 有这般的惊人 也是有些意外 随即而来的 自然是惊喜交加了 但是韩丽脸上的浮现的笑容 并没有维持多久 一会儿的功夫就凝固了 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来 见他一口气飞出了百万里去 竟仍然身处那诡异的血云笼罩之下 丝毫没有看到尽头的样子 韩丽骇然异常 把这顿光催得越发的快了 当韩丽一连飞行了大半个时辰 空中的血云仍然是依旧存在的时候 终于清光一脸 再次从顿光中显露出了身形 此刻的韩丽脸色变得阴沉异常了 显然 他的确身处某种神妙的禁止中 否则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形的 但是呢 这禁止如此的广大 也实在是太害人听闻了 韩丽悬浮于半空中 心念急转 思量起脱身之策来 但是尚未等韩丽想到什么的时候 忽然空中的血云一阵的翻滚 竟从中浮现一个个拳头大的 血色的符纹 这些符纹滴溜溜在空中一转 沐然传出了滴滴的嗡鸣声 此嗡鸣越来越响 渐渐震耳欲聋起来 韩丽见此情形心中一领 不加思索 两手一掐绝 身上青光一闪 七十二口青色的飞剑一闪 从身体各处击射飞出 围绕着韩丽一阵盘旋之下 木然化作了七十二朵青莲 上下飞舞起来 但是呢 韩丽还不止于此 方一放出了飞剑 单手虚空一抓 黑影一闪 一座数寸高的迷你小山 浮现在了手上 不加思索地一抛 黑色的小山一晃之下 瞬间化作十余杖之高 一下挡在了韩丽的头顶上 把上空防护得严严实实 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韩丽 还是在一瞬间 做好了数层防护 就在韩丽如临大敌的一瞬间 空中的血色符纹同时往下一沉 仿佛找到了什么目标似的 同时向韩丽一闪地飞来 头顶处还好 有偌大的圆祠神山一挡 那些符纹根本无法过来 但是四面和下方的血色符纹 却发疯似地冲着韩丽 击射而至 韩丽面色一变来不及多想 一点四周的青莲 顿时这些莲花滴溜溜一转之下 一下幻化出了无数道青色的剑光 冲着四周的血色符纹 狂斩而去啊 就听到扑扑扑 声音大作 所有符纹瞬间被斩成了一团团的血雾 瞬间在四周爆裂开来 那些血雾一滚之下 竟然就要从青色见光的缝隙中 一卷而入 但是韩丽一声低含 身上的青白电弧一掌 就在雷鸣声中 骤然化为了一层巨大的电网 一下把靠近的血雾 纷纷一谈而开了 就在韩丽心中微松之时 血雾纷纷反卷而回 眨眼间呢 没入到空中的血云中 不见了踪影 血云顿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 一个三十丈广大的血浮 木然从云中徐徐地压下 显露出来 这么大的血浮啊 即使是含力见了 脸色也发青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 他木然一点指头顶的 黑色的小山 此山立刻闷响一声 无数根灰色的光丝 积涉而出 密密麻麻地交织之下 竟一下在头顶上幻化出了一张 灰色的大网 准备迎头照向那巨大的血浮 但是让韩丽一正的一幕出现了 巨大血浮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 直接坠落下来 而是血云下方突然间 徐徐地转动着 同时符文表面闪动着诡异的血盲 韩丽站在原地足足等了一盏茶的功夫 但是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 韩丽眉头一皱 他有些摸不清此巨幅的用意了 但马上脸色一变 韩丽似乎发现了什么 一只手猛然往另一只手腕上的 储物镯一拍 顿时青霞一闪 一个玉盒飞射出来 一个盘旋后落到了手里 在玉盒上贴着无数张 颜色各异的符录 但是此刻竟在盒盖上颤抖不停 同时灵光是忽暗忽明 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韩丽端详的瞬间 高空中的血色符文呼应式的 同样的光芒狂闪起来 自拉几声传来 这几张符录竟然瞬间自然 刹那间的功夫化作了飞灰 消失不见了 几乎与此同时 又是轰的一声巨响传来 玉盒表面一芒一闪 竟一下化作了一团白芒爆裂开来 无数碎片激射而出 要是普通的修饰 恐怕这一下子就负伤不清的 但是韩丽的肉身早已强横到了极点 那些碎片击射到她手上和身体上 如同打在金刚上一般 纷纷跌落而下了 不过白光一脸 爆裂过后 一物动也不动地悬浮在了那里 表面微黄 但明印着一道道墨绿色的花纹 细长仿佛一根木棍 竟是韩丽那枚悬天果实 一见着悬天果实 空中的血浮顿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接着血光一闪 竟砰的一声 在半空中溃散消失了 韩丽脸色变了数遍 露出了惊疑之极的表情 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太诡异了 难道这些血云原本就是冲着 这枚悬天果实而来的吗 他不禁如此地想到 但还未等他想清楚一切的原委 忽然间轰隆隆的巨响 从空中血云中发出 韩丽一正急忙抬头望去 结果出现的情形 让他吓了一跳 只见空中的血云 竟然在轰响中 一下幻化出无数的虚影 这些虚影 大半都是各种妖兽的样子 小半呢则是一些韩丽 从未见过的异族之人 其中赫然就有不少非灵人的样子 但是无论是兽影 还是异族人的虚影 一个个面容扭曲 似乎都痛苦不堪的样子 血迹 以韩丽的阅历 只看了几眼就看出了什么 一下尸声叫起来了 而就在这时候 所有血色的虚影 木染往血云中一聚 接着 血光大放之下 一个个几乎遮蔽 大半天空的血色光阵 渐渐成形起来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反手一把 把玄天果实抓住 接着身上的清光一闪 瞬间化作了一根青丝 积射出来 到了百余帐外 他一见情形不对 竟然立刻拔腿开溜了 几个闪动后 青丝在天边尽头处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原处空中直径 树里的巨大光阵 却仍在不紧不慢地成行着 丝毫没有因为韩丽的离去 有停止下来的意思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全力飞顿之下 韩丽一下顿出了百万里之外 但仍然身处血云笼罩之中 但是那个巨大光阵 早就被甩得无影无踪了 韩丽长吐了一口气 顿光略微一顿 终于暂时放慢了几分 这一刹那的功夫 木然空中血云轰隆隆之声大作 韩丽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心中一沉 急忙一抬头 只见原本还平静异常的血云 在此刻突然间一散 接着大半个天空略微一扭曲 血光一闪 一个巨大的血色光阵浮现而出 此神秘的光阵低溜溜的一转之下 正好把韩丽照在了光阵中心处之下 韩丽的脸色一下苍白无邪了 纵然他还不知道 这光阵到底是什么用途 但是如此骇然的巨大方阵 紧追着他不放 自然不是什么好事 韩丽当即想都不想 身上轻光一闪 再次一顿地飞走 就在这时候 空中的血色光阵却一变骤起 一道粗大的光柱 从法阵中心处喷射而出 直径足有百余杖 一闪即逝 就把韩丽照在了其中 速度之快 韩丽根本无法闪避 韩丽是大吃一惊啊 此光柱也不知道 有什么神庙之处 竟然洞穿了上空的 圆瓷神山的山体 直接到了他的面前了 四周一下全都是光蒙蒙的血色 同时韩丽身体表面一紧 就连一根小拇指都无法动弹分毫了 韩丽脸色大变 心中木然一掐绝 顿时四周盘旋的青莲一闪 全都还原成了一口口持续长的飞剑 一晃之下呀 又化作一道道剑光 往同一方向狠狠地斩去 剑光一闪即逝 轻而易举地洞穿飞出 仿佛整个巨大光柱 只是一道幻影一般 但是 韩丽仍然无法动弹一下 四周的空气 一下都变成了金刚般的坚硬 死死地捆束住了 他的四肢和身体 韩丽倒吸一口凉气呀 眼见头顶的光阵 浮现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血色的符纹 似乎又要有什么变化一般 他当即再也顾不得保留什么了 一声大喝 韩丽体表金光灿灿之下 头顶浮现出三头六臂的凡胜真魔法像 此法像双腿盘坐 六手齐掐法绝 一圈金萌萌的光晕 一下从法像的身上散发而出 光云所过之处 原本平静异常的血色光柱 淡淡灵光一闪 仿佛起了一丝波澜 与此同时 韩丽感到四周的空气位置一清 似乎松动了一份 心中大喜 韩丽口中念念有词 体内法力狂转不停 就要将凡胜真魔法催到了极致 但就在这个时候 高空中的血色光阵突然是光芒大放 随即法阵中心处的血色符纹一散 木然献出一个黑乎乎的大洞出来 这洞猪有数十丈大小 但是里面的鬼哭狼嚎之声大作 隐隐无数血影从里边翻滚不定 而那道血色光柱呢 也一下高速地旋转起来 韩丽就觉得体表距离一沉 刚刚获得一丝活动之机 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同时四周血光中一下浮现了无数符纹 其往韩丽的身上积舍而去 即使韩丽平常镇定自若 此刻脸上也苍白无血了 啊 这些符纹虽然不知道威力怎么样 但是现在 他被禁止得无法动弹分毫 岂不是只能被当靶子了吗 韩丽一急之下 心中坚决一催 四周的重飞舰一个闪动 诡异地出现在四周 略以旋转之下 无数的青色剑光像四面八方如山般地斩去 但是青光所过之处 这些符纹一个个虚晃一下 就均都安然无视了 他们刹那间就洞穿了剑光射到了韩丽的前处 韩丽一咬牙身上黑气一闪 浮现出一层黑幽幽的煞甲出来 同时神念一动 顿时勾充了灵兽袋里的士金虫 他脸上绿色一闪 打算把里边的上千只士金虫同时放出来 眼前的静子再是诡异 还能抵挡如此多成熟体的士金虫不成 至于那些符纹 自然只能依仗身上的煞甲和强横的肉体 生生地抵抗了 不过就算韩丽一经进入炼虚期境界 如此多士金虫也只能支撑片刻的功夫 但现在面临如此大的危机只能先走一步算一步了 但是下一刻发生的事让韩丽一震 顿时停下了召唤士金虫的举动 那些符文眼看着撞到他身上之后 却方向一变 纷纷化作点点灵光 没入其一只手握的东西中 嗯 韩丽就觉得手劲儿一热 原本死死抓住的悬天果实 竟一下震开了五指 化作一团白光冲天而去 只是几个闪动中 此果就被无数血浮包裹下 飞到百余杖的高空处 但是悬天果实随即滴溜溜的一转 体积骤然间狂涨数倍 无数血浮被一震而开 接着无数剑气般的白光大放 这符文纷纷一闪 就被绞成了粉碎了 光芒一脸 白芒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体型变大后的悬天果实啊 就这般悬浮在空中 动也不动了 见到先前发生的一切 韩丽目瞪口呆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